今天发现爸爸写给初恋的情书 你在哪发现的 初级点 小丽你好 自从上次你给我洗澡 洗澡 让我吃了一肚子 妈呀吓死我了 是吃了那个澡 哪是洗澡这个澡了 吃了澡后 厕所跑个没完没了 现在我想和你白头到老 一起去沾花惹草 我当时写的是摘花羊草好不好 小丽 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想跟你有交际 你上辈子一定是棒棒糖嘛 不然我怎么一看到你 就开心的冒泡呢 你确定这是我写的 我是绿叶你是花 自古学霸配学渣 千言万语无法表达 你看咱俩能不能成个家 哎呦妈呀 这也是我写的吗 嗯 怎么可能呀 我那时才几岁呀就成个家 你没事放我东西干嘛呀 贵女啊 爸爸要是做了五百万 你打算要多少啊 不能要吗 当然能了 那我要五百 五百太少了 爸给你五万 真的吗 真的呀 还有你喜欢的玩具布娃娃 爸给你买一车 真的呀 嗯 等你将来十八岁了 你去考个驾照 爸再给你买辆跑车 有人 大爱你的爸爸 哎等等 你难道不给自己留点 这说了什么话 爸爸的就是你的呀 爸爸为了你 甚至连生命都可以付出 还留什么留啊 我大感动了爸爸 那你能不能先从你的零花钱里面 拿个两百块给爸爸 爸爸去泡个酒 我五百万都给你了 问你拿个两百块不过分嘛 那你从你自己五百万就扣呗 假如我是校长 假如我是校长 我第一个要批评的就是我的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得罪你了 你要批评了 你胆可真够肥肉 因为他平时不布置作业 一到周末就布置一大堆 我的手都写得发抖 都要残废了 不是你读个书有这么累吗 自己作业不写 还怪老师布置的多物 人家老师是为你好 才给你们布置作业 知道吧 其次我要公开选拔干部 把我的爸爸妈妈 姥姥老爷爷爷奶奶 表哥表妹 堂哥堂弟 舅舅舅妈 姑姑姑姑 小姨 还有牛阿姨 通通弄到学校来 这样我的职位就根深蒂固了 看谁还敢动我 我的妈 你上个学还把七大姑八大姨都带上 家族学校 好就算全家都出动 那你把人家牛阿姨叫去干嘛呀 把她叫去了 你就不会无聊了呀 哎呦 今天听写句子 第一句 爱你的妈咪 什么 你爱谁的妈咪呀 我敢爱谁的妈咪呀 是我需要钱 那读 爱你的妈咪 好了下一句 娃娃大姨 什么 谁的大姨呀 我哪知道谁的大姨呀 是哪一天 娃娃大姨 那是我特地 一贴贴的 竟想着别人大姨 我吃要骂死 你吃当然会被骂死啊 啥玩意呀 我会被骂死 这是句子 管好你的嘴 说话小心点 那个是毒 我起而冒死 你到底行不行啊 一会妈咪的 一会大姨的 爸 他们都说你智商很低 要不我拿我的压岁钱 给你报个班 压 我智商还低啊 我智商绝对是250以上 哦 原来是250呀 是250以上 我信你出个题试试看 好 那我问你 海里面有一艘 十米高的轮船 水面每小时长一米 问 几小时才能把轮船淹没 既然出这么简单的题考我 轮船十米高 水面每小时长一米 对吧 这还不容易吗 只要十个小时 就可以把轮船淹没 我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给你报个班 怎么了 不对吗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水长船高 妈妈给爸爸戴了一顶绿帽子 天哪 又乱写了 你胡说什么呀 春天来了 万物互书 又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爸爸带着我们一家外出游玩 刚出来没多久 妈妈就给爸爸戴了一顶绿帽子 哎呀 有你这样写作文的吗 刚到公园门口 就看见一位叔叔正在修剪柳树 于是妈妈赶紧跑过去 要了几根柳条 三下五除二 编了一顶帽子 随手就戴在爸爸头上 这时路过的叔叔阿姨都夸妈妈手巧 并且还说 爸爸戴的绿帽子真好看 爸爸还自豪的说 生活要想过得去 头上必须戴点绿 你说啥玩意呀 我戴绿帽子了 我还能治好啊 让你用关联词造句 你看看你都怎么造的 只有才 爸爸只有看到美女才会笑 我看不到美女我就不会笑了呀 即使也 爸爸即使再忙也要看美女 我都那么忙了 还有时间看美女啊 我不用做事了 那无论都呢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改变不了 爸爸爱看美女的毛病 我求求你了 以后别用爸爸造句了好不好 再说爱看美女怎么就成毛病了呀 还有这个虽然但是 虽然爸爸知道这是不对的 但是他改不掉了 最后一个 如果就 如果这些让妈妈知道了 爸爸就完蛋了 什么冒三丈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呀 你上课认真听了吗 就听老师上课又没讲 那老师讲过让你回家就要玩手机吗 讲过让你放假就要在家打游戏吗 那我妈也没讲过 让你出去喝酒吗 讲过让你喝酒喝到三更半夜吗 有人 我只教你一遍啊 水的法语词是什么 牛帽三丈 什么 牛帽三丈 水的法语词 喝水的水 这个牛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你说的吗 如果这人不行 就说这人好水 如果这人好厉害 就说这人好牛啊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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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